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颜状态下许静亨皮肤光滑但笑起来仍然难掩疲倦 相比之下妻子李嘉欣的笑容就很有风采了 这次乍看之下似乎只是李嘉欣日常晒照 但其实李嘉欣晒出的照片并不简单 这张照片中李嘉欣看着好像站在某个宽敞的野外草地 但其实这里是李嘉欣自家豪宅的院子 据报道这处豪宅位于香港十澳 有90年的历史是香港十大豪宅之一 占地面积接近9万方尺 豪宅区内一共有22间房间 网友调侃这是在自己家都会迷路呢 这处豪宅是李嘉欣的公共许世勋在上世纪买入的 去年许世勋去世时 这处豪宅曾经被报出售价在14亿左右 但经过房价的增长 现在这处豪宅的价值预估已经高达20亿了 哪怕是高达20亿 这里的豪宅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据说要买入这个地区的豪宅 还必须经过其他业主组成的委员会审批过关才能买 所以这里的豪宅的成交率也很低 这区的豪宅的优点不少 豪宅被四处的绿化层层围住提高了住户的私密度 而且这里的大宅被扇面水 据说是风水宝地 不过这处价值20亿的豪宅并非是李嘉欣和丈夫独有 据说他们只有豪宅内22间房子其中几间房子的所有权 换句话来说 这处豪宅应该是许家家族共有的财产 虽然李嘉欣时不时会来豪宅里拍照 但他和许静亨平时并不住在这里 而是住在许世勋送的另外一间豪宅里面 这间豪宅的价值也有近十亿了 有人觉得李嘉欣嫁入许家这样家大业大的豪门 住的豪宅也是十亿起步 真的十分富贵 但可惜这些豪宅和许家的财富 现在不属于他 以后也不会属于他 对李嘉欣来说 他跟许家的租客没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不用付房租 这一切主要还是跟他的丈夫许静亨有关系 本来许家的背景和财富 可以说是香港豪门里很出色的存在 连赌王早前也让最看重的女儿何超穷跟许家联姻 但偏偏本应作为许家接班人的许静亨太不争气 所以许世勋去世之前 深知唯一儿子无法承担家族大任 索性将家族财富交给信托基金 让许静亨和李嘉欣夫妻每个月支取200万的零用钱 但200万对于混豪门圈子的人来说并不算多 所以李嘉欣这个当年豪门贵妇 在物质上远远比不上其他嫁入豪门的女明星 例如许子齐等等 甚至混迹豪门贵妇圈子的她 在大合照中也只能低调地站在旁边 这种聚会的站位很明显跟一个人的地位有关 不过即使这样 相比起很多人 李嘉欣的生活都已经非常好了 提到嫁入豪门 你会想到什么 是被婆婆和老公一起公开叫化 生三个以上 的超摩西梦瑶 还是确认有孕才能领证的郭碧婷 是六年连生四娃还只配住在酒店的 单亲妈妈 吴佩慈 还是八年连生四胎的 千亿媳妇 徐子齐 说起豪门 恐怕很多人第一反应都跟 多子多福 四个字挂钩 眼睁睁看着昔日风华绝代的美人 沦为媒体口中的 生子机器 让人扼腕叹息 当然 豪门也是有例外的 像 下嫁或嫁 的郭晶晶 即使生再多娃 也不会让人觉得 她是生子机器 只会觉得是 爱的结晶 这是因为 郭晶晶本身实力够强 身为奥运冠军的她 即使嫁入豪门 小日子依然简朴的 让人难以想象 头上系三块钱的发圈 手上提个八百的饺子包 逛平价超市 带着老公 儿子 蹲在地上吃早餐 实在让人很难将她跟 生子机器 挂钩 大美人李嘉欣 晒出豪宅的照片 又一次走进观众的视野 年以五十岁的她 大胆露出美背 穿着时尚 身材苗条 而且还直接晒出狱卒照片 简直让人惊叹 不过网友更加在意的是 李嘉欣照片露出的一个角落 直接暴露价值近二十亿的大豪宅 有钱人的生活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随随便便在家拍个照 都能被以为 是在哪个旅游景点呢 不过也要澄清一句 这处价值二十亿的豪宅 并非是李嘉欣和丈夫独有 这处豪宅 应该是许家家族共有的财产 而李嘉欣夫妇也不常住这里 只是时不时过来这边拍照 但他们自己常住的豪宅 价值也有近十亿了 虽然很多人嘲讽李嘉欣夫妇 没有继承到家族财富 只有每个月二百万的零花钱 但不得不承认 相对大部分人而言 李嘉欣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也有网友的关注点在于 李嘉欣家里这么有钱 他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儿子 这一点其实是因为 李嘉欣自己不愿意生孩子 当初更是表明 婚后只过二人世界 只可惜斗不过婆婆 最终还是顺从地怀了一胎 所幸第一胎就是儿子 所以李嘉欣也欣然 风度 没有继续当好门的 生子机器 从一个一穷二百 到连大学都读不起的贫穷小姑娘 李嘉欣逐步攀上高枝 而且不用以连续生娃为代价 提到李嘉欣 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 她只是一个没有演技的 花瓶 毕竟作为有史以来 最美丽的港姐 李嘉欣身上美丽的标签太过浓重 而她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的表现 并没有太能体现演技 导致媒体和观众对她 花瓶印象十分深刻 但不得不说一句 早期香港影视圈美女如云 各有特色 流光溢彩 对于美女的偏见 总有一些 花瓶的呼声出现 不仅李嘉欣 就连张曼玉 张柏芝 都曾被冠上这样的称号 所以当时 很多人削减脑袋 咬着牙想要证明 自己绝非花瓶 可李嘉欣却坦荡荡地说 我不介意做花瓶 即使是花瓶 我也是一个好花瓶 李嘉欣的美 是野性夹杂温婉的美 她的眼神里 充满渴望和追求 但面容又给人 楚楚可怜的感觉 而她的人生 一如她眼神里 展示出来的野心一样 定位清楚 有舍有得 得失自在心中 李嘉欣 生于一个 仆中结合的香港家庭 小时候家境不错 在香港知名的女校读书 她也很争气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那时候 她一心想当空姐 面对很多星探身出的橄榄枝 她也不为所动 只可惜 后来父亲出轨 抛弃了他们母女三人 李嘉欣姐妹和母亲 不得不搬去破烂的天台铁皮屋居住 家境没落以后 李嘉欣只能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她高中会考 还是考出了4A的优异成绩 但没钱深造的她 最终只能步入社会 因为听说娱乐圈捞钱快 所以李嘉欣立马参加港姐评选比赛 并且毫不意外地夺下冠军 其实 早期香港女星 很多都出身贫穷 背负着养家糊口的压力 步入娱乐圈的 李嘉欣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难怪 为什么早期一些漂亮女星的最终归宿 都是嫁给富豪 因为 他们曾经在底层摸爬滚打 知道赚钱的难处 更清楚 拍戏只是青春饭 所以总是迫不及待 想要借助一个男人 摆脱出身的宿命 李嘉欣自然也毫不例外 进入娱乐圈以后 见多识广的李嘉欣 开始频繁跟当时的男朋友吵架 最终两人感情破裂 之后 李嘉欣开启了他的 极有之旅 相处的男生 要么巨帅 要么巨富 但最有名的一段情史 自然还是和刘鸾雄 那一段广为人质的历史 只可惜 号称 女星狙击手 的刘鸾雄 并不愿意为了李嘉欣这棵树木 放弃整片森林 她的身边不缺其他的美女 如观之林 蔡少芬等等 李嘉欣只是其中之一 认清形势的李嘉欣 知道依靠刘鸾雄市 没有上岸之日 哪怕斗垮正宫 也还有数不尽的小三 小四 小五 最终 李嘉欣忍痛与刘鸾雄分手 转而投入许进亨的怀抱之中 有人曾经提出疑问 李嘉欣为何放弃亿万富豪刘鸾雄 最后选择了能力平平的许进亨 我想这绝对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由李嘉欣的认真考量 一方面 李嘉欣在刘鸾雄身上 付出的青春太多 年纪渐长 已经无力再攀附其他顶级富豪 但他仍有余力 驾驭许进亨这个 看起来能力平平的富贵公子哥 另一方面 虽说许进亨相对来说并不出彩 但也出身香港顶级富豪 而且是当时家族事业唯一的继承人 不过很可惜 李嘉欣最终没有如愿以偿 继承大家大业 只能每月定时领取200万的生活费 这笔花销对于豪门而言 大多不值一提 女人若只凭借美貌上位 或许会遭到一些人的指责 但这类人 只要意志坚定又有足够心机 往往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至于夜半梦醒时分 内心深处到底是欣慰还是黯然 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古往今来 似乎美貌总是女人尚未最好的戾气 只是在如今这个时代 只靠美貌又是完全不够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